每天早上我们都是这样洗手 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一旦换个角度去观察 你会发现由于龙头的长度过短 高度有限 导致如此宽敞的洗手盆 我们只能紧贴后面去洗手 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还会碰溅 每次洗漱完 还要用抹布仔细的擦干净水渍 不然就会形成厚厚的水垢 我推荐大家试试这个小玩意儿 安装特别简单 只需要将龙头上面的老旧水准 把它给拧下来 然后抠出旧胶圈 然后把这款多功能的万象水准 向右旋转上去就可以了 每次洗漱的时候 终于可以在台盆中间洗漱 水化不会碰溅的同时 它还有两档注水模式 可以冲洗台盆的一些脏东西 最重要的是 气泡模式还可以往上翻起 满足日常中刷牙时直接漱口 以及洗脸时活水冲脸 就连早上斗鸡上班前洗个头 都不在话下